今天这场比赛呢 作为客场 签位的梅州客家 是一身白色的比赛服 而主队的北体大 梅州客家本赛季的主帅 主裁判崔庸是吹响了上半场比赛开始的哨音 这个解围是没有第一身把球破坏 至少是个黄牌 这个黄牌给的没有问题 再看一下这次发生的什么样情况 给到这银响床 去扑这个 扑他下来之后 这球想直接掉喉语 他能去到哪个份上 是我们不 我的天哪 江浩你这怎么回事 如果防不胜防 也不是这样的防不胜防 来看一下 调整远射 我盾标回座 转移到左侧 一高脚下有活的 一对一怎么办 给个提前量 再扫到门前跟上包撑 还没完 葛震这边在拿 给他郭毅 郭毅是左脚的 转身 可以反向起 直接打门 打立柱上了 没有 我以为给一高呢 想了半天 再处理 有点离脚了 这脚上边的打偏了 他都看了一下队友的位置 投球公文 2比0 左边路的传中球 再看一下 接外球出来 吉斯 给 左边路 下底之后 陈国康的传中吗 投球公文 这一下防御前 根本来不住的 他都看了一下队友的位置 给个提前量稍微有点深 捅一下球进了 这一脚 陈国康 这应该也是陈国康他自己在今年 就打一身后 拿是有机会拿到 就之前北京关的手边福斌到了 后来是在成都谢菲莲 而且比较多的往左边路去 传到中间 吉森头就没有顶好 顿比亚回座 门将要出来参与倒角了 侯宇 侯宇这个球 这球是故意的吗 侯宇 这个就 这个就 就感觉 是 来来来看一下 往左边去就完了嘛 搞那么复杂干嘛 然后最后 就扑着一下 反向传中 送到门前 没有人 讲好你这球 裁判一看你进攻没有往前去 直接结束全场比赛 最终客场作战 当然了 其实就是主场了